欢迎收看 谈谷论精化中医 感冒的时候 有人选择自然好 也有人担心西药有副作用 甚至吃了西药很久没好 改求中医诊治 但是也有人认为 中医它不能立即缓解症状 真的是这样子吗 面对感冒的时候 要如何选择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郑秋霞医师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 郑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啊 我有听长辈以前都还要 那个男生都强制要当兵的时候呢 就是长辈去当兵 他说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常常是艳阳高照 然后有一次突然间就是 下了大雷雨 然后每个人都淋得落汤机 但是回去之后厨房已经包 他们煮好就是那个红糖浆茶 所以每个人喝一喝 然后去洗一个澡 然后发个汗 好像也都没有人感冒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智慧吗 就是红糖跟姜 他有驱寒还是因为发汗的作用 让人家不会感冒呢 其实驱寒跟发汗 这个红糖跟姜是都一样有同样的作用 那这两个作用也就是会缓解我们的这个风寒性的感冒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这样子的案例 就是说因为阿兵哥嘛 因为他们体格本来就很壮硕 所以说他们受了一点寒呢 大概也不会很严重 所以用这样子这种食疗的方法 就可以驱散这个风寒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后续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 其实这个红糖浆水呢 事实上不是只有阿兵哥会用 大部分的阿嬷都会用 就是一个还蛮 就是说普及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药膳 那就是说在感冒初期的时候 尤其是刚吹到一阵风 或者是说刚临到雨 或者说像今天这样突然间冷了 你少穿了一件衣服 那是回家就赶快先 赶快喝个红糖浆水 第一个就是说也让你的体温也比较升高 第二个呢 他这个会把这个汗稍微逼一点出来 那这样风寒的这个寒气呢 就随着这个汗就会出来 就不会再往里面跑了 有时候就是大事化小 小事就化无了 那这样子就解决了 所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邪气给阻挡 对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养生 有时候不见得是要去看医生 有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些养生的一些小方法 可以现在还没有看医生之前 就把病症稍微控制一下 这样医生看医生的时候也会比较简单 比较好治疗 是 那我们每个人我想或多或少都感冒的这样的经验 那有些人可能轻的可能只有流流鼻水 那可能严重就头痛啊 可能伴随着发烧啊发冷 或甚至是咳嗽啊等等 那是怎么样 譬如说要多少个症状才叫感冒 还是只有一项就叫感冒呢 事实上我是觉得说 感冒的话我们的警觉性要比较高一点 可是因为感冒它跟这个过敏的症状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类似 所以说如果你一个没有过敏的人 你平常没有过敏症状的人 你只要打了两个喷嚏 然后等一下又打了两个喷嚏 你觉得我今天怎么跟昨天不太一样 跟平常不太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你就开始要留意了 等到它真的越来越严重 你就要赶快去寻求治疗 看自己先准备一点药膳食材 或者是说赶快去找医生 这样子才不会让病况太严重 所以感冒这个东西呢 我是觉得说不要太轻忽了它 医师我们现在认知的这个感冒 是不是张仲锦里面所讲的伤寒论里面 这个伤寒呢 伤寒在张仲锦当时的时代 还有它地处的环境 因为它处在一个我们中国的东北方 那时候如果到冬天它是非常的天寒地冻 所以寒气真的是非常的逼人 所以那时候他张仲锦 这个我们讲医生 他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呢 就是比较属于我们现在所称的风寒型的感冒 那风寒型感冒就是比较会怕冷 那比较会有清鼻涕 然后呢比较如果是有痰的话就是比较清晰的痰 那有时候也会骨节酸痛啊 就全身觉得很酸痛 有时候也会头痛 所以说它描述的是这一类型的 但是到了明朝之后呢 我们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迁徙 慢慢我们有迁徙到这个长江流域 那长江流域这个地方呢 属于地处就比较温 就是说四季就比较分明 就有一位医师叫做无幼壳医师 那他就发现说 为什么有一些患者 他同样也是感冒的症状 但是呢他用伤寒的这些方子来治疗呢 却没有办法得到疗效 不但没有办法得到疗效 有的还会再更加重 他就把它叫做戾气 那也就是把这样子的一种传染性的 那也病成好像比较急 比较凶恶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冒呢 后来就简称为毅力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流感 所以这个后来就简称为风热型的感冒 是 根据风寒跟风热 我们中医怎么治疗呢 风寒型的感冒 我们刚刚有讲过 风寒型的感冒 他的症状通常就是比较会怕冷 会胃寒 然后会流青鼻涕 然后他如果有痰的话 他就轻轻的 那也会有一点点 比如说骨结痠痛 甚至头痛的这种现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像葛根汤 麻黄汤桂枝汁 也许葛根麻黄 大家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桂枝 一看到桂枝就大概知道 他就是吃下去有辣辣的 然后热热的 他就会稍微帮你发一点汗 那以前我们在讲说要吃桂枝汤的 之后还要就是错一个热粥 来助这个药力 就是说要喝一个热热的西粥 其实你如果说没有办法马上去煮一个粥的话 你也可以多喝温热的开水 或者再去熬一点姜茶姜汤 或者是用葱白切断来煮鸡汤 或者煮这个淡花汤都可以 就是来帮助这个药力 那这样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含气 把它驱散出去 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吃淡花汤 可以有治疗的效应 对可是一定要加葱 加葱白是主要的 对对对对 那么风热型的呢 风热型就刚好跟风寒型相反 就是他一来的话 就是可能会有喉咙痛 然后他的痰的就是比较黄的 那他的鼻涕也比较黄 甚至绿色的 黏黏的 然后也比较容易鼻塞 因为他鼻黏膜比较容易肿胀发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一些比较良性的药 像银桥散 桑菊饮 普济消毒饮这些 那这个时候呢 就喝比较像室温的凉凉的水 就不一定要喝无温开水 这个时候呢 那也不适合吃鸡汤跟补品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加强 可以喝一点薄荷茶 菊花茶或是热热的柠檬茶 这样子就有维他命C 有帮助消炎 有帮助一些解热 把这个热气能够消散 那这个时候发炎的程度 就会慢慢的减轻 医师您刚刚讲的 不管是风寒还是风热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上呼吸道 可是现在有一种流感 就是我们现在也叫什么肠病毒之类的 就是可能它伴随着拉肚子 那这也算是感冒的一种吗 其实我们是称它是感冒一种 因为感冒的这个其实都是从外来的 比如说随着空气 那只是说病毒的种类可能不一样 经过我们跟空气有接触就是 就是口跟鼻嘛 那如果再往里面就是食道跟气管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病毒呢 是从气管进去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这种 呼吸道的感冒 可是有些病毒它对呼吸道的感冒 它引不起它的症状 它反而是从这个食道进去了 像诺罗病毒 像这个以前叫做轮状病毒 那现在的肠病毒 其实他们都是很类似的病毒 那他们引起的症状就是肠胃道的症状 那肠胃道症状有的会上吐下泻 那这个泻的时候它很比较典型的 它是泻一个水便 就是它水水的 那吐的话也都是吐水水的东西 不见得是有吐这个你的食物 然后呢这个时候食欲会非常差 然后人也会非常疲倦 那它同时也有可能伴随的一点点发烧 因为毕竟是发炎 就它肠胃道也在发炎 然后呢通常也会有一点点怕冷 那这个时候呢 来吃我们中药是非常 效果非常好 为什么 中医在这方面的治疗 比西医还要快吗 还要好吗 比西医更快更好 因为我们中医有一些发散风 就是它也是把病毒呢 有抗病毒的药 像霍香振气散 那它就可以在胃的这个区块抗病毒 那也可以把一些 因为其实这一种病毒呢 它也会引起一点点怕冷 它也可以把这种寒气呢 把它驱散出去 那它用五菱散来治疗它的水变 因为它就是把我们的肠胃道里的水 赶快吸到 用这种吸的方法 把它引到我们的泌尿道去 这样子 就药效的作用 对 那这样肠胃道很快就可以得到舒缓 在您的医案当中有这样的病患 就是也是那种会有拉肚子 但是它很快就好缓解了吗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小孩 是 因为他有一次啊 他就是我们出去玩 然后他就回来的路上 他就开始觉得他肚子不太舒服 但是他还没有到吐跟泄 只是说他已经有点点想要反胃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家里一定有背着 像霍香振气散 武林伞这样这样那时候他还没有到泄 所以我就只有给他吃霍香振气散 那我只有给他吃一瓢 然后我就是我们回到家 通常都是东西准备准备啊 然后因为他在生病嘛 就说我就就说 诶 准备完 就我回头一看 他怎么又在那边跑来跑去了 然后我就说生病赶快去 赶快去休息啊 他说我好了 就是马上吃他马上好 其实像霍香振气散他以前常常被用来 就是说 譬如说你要出门出远门 就是必备的 是喔我第一次听到耶 非常好用 霍香振气散就是有点拉肚子就是必备的吗 有一点点反胃 那如果有拉肚子就要用武林伞 对 效果非常好 是 我这第一次听到 原来有中医师的爸妈也挺好的 是啊因为我们像我们家的小孩他们有时候 嗯有时候我很忙嘛嗯我们家一定用 各种药 至少放食品药 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 有时候他们会不是那么确定 就会打电话来说 妈妈我现在喉咙痛 我要吃什么 我说银桥散自己去吃 他们就自己去拿三瓢 等我回家家 我说啊好了没啊 大部分都好了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是 很有意思 其实中药一点都不慢 只是说现代人喔 就是他们以为是说 感冒要先去看西医 然后常常是 西医治不好才来给我看中医 因为一般是想象是说 感冒赶上去西医 中医好像就要煎个药 煎个一个礼拜才会好的感觉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中医 只要你不是这种病毒太强的 我们大概百分之八十的感冒 我们都可以医 那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是 你先来看中医 如果好像连一点疗效都没有 再去看西医 你表示说这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强的病毒 那西医就也比较有特效 像什么克流感啊什么 可是毕竟这种比较抗病毒的药 它本身也是疗效比较强 如果你的症状不是那么严重 为什么要去吃那么强的药 其实都会有一些副作用 是是是 这样观众朋友的观念要转一下 以前先看西医 我们现在改看中医 对啊 对啊 不是说要你等一个礼拜啦 其实你看中医 你吃个一两天的药 你大概就知道有没有效 是这样 是这样子 真的 就等于说如果没效 这代表没有对症就对了 对没有对症 或者是说你的病毒本身 可能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强的 必须要用比较强的特效药 医师啊 我想感冒是很多人都有的症状 而且可能中期医生也很多次的感冒 那是不是可以推荐我们预防感冒的茶饮呢 是啊 那我们中医常常用这个预瓶风散来做一个预防的一个茶饮 那它的材料非常简单 只有三味药 就是黄芪 然后呢 白竹跟防风 那如果一个人份的话 一天份就是各时功课 那这个药材最好是 就是先用三碗水 然后泡个20分钟 为什么要泡 因为泡的话它的药材那个有效成分比较容易就是释放出来 所以用温水泡吗 还是用凉水就可以 温水凉水都可以 就是说但是不要太热 太热有时候药材就比较容易会变得太软这样子 是 那稍微泡个20分钟 然后呢 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小火 然后呢煮到一碗半 那这个一天的份量 你要把它分两次喝或分三次喝都可以 那这个功效就是预防感冒 好像一个屏风把你屏障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就是说有一些比较 有一些抵抗力 免疫力也会增强 是 那医师要不要试喝一下我们煮的 看看是不是跟您平常喝的味道很熟悉 这个就是所谓的防风吗 对 它就是很像木头对不对 它油脂味挺重的 就是会有那个油的味道 因为它本身还有很多的精油 其实防风本身 它除了是一个预防的药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治疗的药 像我们如果说 它感冒风寒的症状 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金防败毒散 它里面就有防风 那郑医师那这三味药它各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像黄芪 像黄芪它本身就是我们在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尤其是对这种预防感冒方面 它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 更有抵抗力 那它本身是一个比较甘甜的一个药材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口感也很好 那它本身并不会说非常非常的燥热 所以说一般人来吃都还算是说 适应力都不会 很就是有特别的不能适应的地方 那像这个白竹呢 它本身是在增强我们肠胃道的一个吸收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平常肠胃道的吸收 营养都可以吸收的好的话 你当然你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好啊 那这个防风呢 就是当做一个像引经药一样 就是把这个这两个一个是调肠胃一个是调这个 这个我们表面的这个胃气的药 把它更引到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 那它本身呢 也含有很多的精油 所以就是说可以帮你把 你如果说身体里有一点点的含气 就可以在喝的时候就可以帮它发散出一些 是是 那讲到这个我们喝了这个茶饮预防之外 那平常很多人也喜欢按摩 有没有推荐哪几个穴位是可以预防感冒的呢 感冒我们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颌骨穴 颌骨穴在这个我们的虎口 但是在按压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小技巧 就是说我们要按到我们这个食指的虎口 靠近食指的骨 就是在骨头上面 这样子它的这个按压的这个效果才会好 你如果按到这个空空的地方就效果就不好 因为它这一条经络 它是从这个我们的这个食指这样子 这个叫手太阴肺筋 它是这样子走 然后呢我们这样就可以 这样压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呼吸道 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另外一个穴道就是在我们的 我们这个轴横纹的一个终点 就是叫做驱磁穴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 就是预防感冒保健的一个穴道 那因为这个这个自己要按压也都很方便 只要在这个这边有个骨头的这个转折的地方 往这个骨头给它按下去 就效果还有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明显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骨后面 有一个风磁穴 那这个风磁穴 听到它的名字就大概知道 它就是一个预防伤风感冒的一个穴道 尤其是它可以预防头痛 如果说你感冒的时候有点头昏昏脏脏的 有点痛痛的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我们的两只手的拇指 这样子就按这个整骨的一个凹陷处 其实非常容易找到 往整骨的方向压 往上 往上压 这样子它这个效果就会蛮好 它就可以把整个这个气往颠顶部去带 那这样你整个头部的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 然后呢头痛啦 一些头部的风穴就比较能够驱散 是 很简单 是我想观众朋友啊 很多人对感冒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觉得说 是不是它自然就会好 就不用看医生不用吃药 那医师您怎么看呢 这个真的要因人而异 是 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说您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 那你也平常有运动 对对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喝点红糖浆水啦 喝点葱白去煮汤啦 那会或者是洗个热水澡啦 那你再休息一下大部分就是会时去其漆啊 医师我们刚刚谈到民思啊 有些网路上朋友也问说感冒的时候可不可以吃生菜水果这样子的来补充维他命C会不会好得比较快 那其实如果是风寒感冒的话就要切记不可以吃生菜跟尽量少吃水果 你可以喝热热的青菜汤但是你不要吃生菜 那如果是水果的话风寒型的这个时候你就吃像苹果啦 像芭拉啦在吃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如果您是风寒型的话也建议就是说把水果加热 对其实不会很难吃 在吃这个苹果的时候你就旁边放一个热开水 那你就先在里面稍微泡一下 再来再来吃 对然后那个那个水呢又有苹果的这个香味等一下还可以喝 对所以说真的喔我第一次听耶 对因为你已经有寒气的话 你如果再吃这种低于你体温的这种食物的话 那你的寒气就会更不容易驱散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风热型的你一来就喉咙痛 一来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发烧 那这个时候呢你吃一点水果是没有关系 吃一点西瓜啦凤梨啦 什么这些都没有关系 但是分量上如果太多呢 就水分会太多 那水分太多本来对我们 我们的感冒来讲好像是有好处 可是不要忘了感冒很容易变成咳嗽 那当你水分太多有时候这个气管的黏膜 你攻击它太多的水分它就会变成痰 那就会提早好像本来只是喉咙痛 就开始觉得有痰了 那就会慢慢就演变成肢气管的症状 也就是咳嗽 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医 对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饮食上没有配合 所以感冒就千言日久 其实感冒是这个饮食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注意的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您的宝贵经验 尤其水果这一段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平常我们只知道说不能吃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今天你讲了 我想观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 哇以后我们会更加注意我们的饮食习惯 谢谢 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